第四場,四班次二位,首算我依然選擇清福 這隻馬,我在錯步心想說過,上一次361的組,強得不得了 其實再之前,他在212,甚至164那兩場 都是一個不錯的賽職表演出來 而212,正正是國能之下輸給成才,贏了曹耀鋒、揚鳴滿滿 後面還有合衝共濟的阿凡達 這組賽職都是好的,連同361,近兩次跑谷草1200 都是比較強的組別 我們再看看這個統計資料中,奇妮合作成績 雖然近期國能和文家良表現比較差,但其實季初贏了勁勇威龍 清福也是他的上名,甚至法財先生也是難滿 這次難得這隻清福,比起季內任何一次的檔位 最好是這次的,不平何代 而還美公主也是在361有份跑過一齊出來的馬匹 這次繼續排好檔,裡面的快馬不多,繼續可以首位跑 這件高冬妮金貴的和道區,好得威,甚至近期的勇敢城區 都繼續去連場搏殺,這類側身馬一起了,相信高冬妮都不會收 而另一隻不明物體,健快聯盟 判斷試完四個閘之後,都選他來騎 到季中階段,這類側身馬可能賺點體力 地點馬落的人,跑八成或九成已經足夠了 早上試跑,看他也是漂亮的,我覺得可以放進去 第四場選擇,將二號馬清福、六號華美公主和四號馬健快聯盟